哈囉我是蓋依 今天來教大家幾個重訓常用到的英文 主要是讓你學會能夠看懂重訓課表 因為目前的實面上大多數的重訓課表 都還是使用英文 那我們常常在跟大家聊 重訓表現的時候 也會用到很多英文的詞彙 欸你三度是PR多少 PR Personal Record 個人紀錄的縮寫 大概260多 RM是Raptation Peximum 最大重複次數的縮寫 今天用5RM 就是最多只能做5下的重量 先生請問你Bitch還要用嗎 我還有3個Safe 先生你的Bicep練得不錯 喔謝謝 你的Tricep也練得很漂亮 欸 有不要來一點 服務靠 我們就需要補充一點開貨海狀 碳水化合物就碳水化合物 硬要講英文 好認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拿Kedito的力量課表來當範例 比如說他還開始問你 Do you track your weight in cubans or pounds cubans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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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公斤還是棒來追蹤你的重量 通常在台灣我們會選擇公斤來換算 就在表格內輸入Kedito的縮寫KG 然後第二句 What are your 1RM folder Farwinds Lens RM是Raptation Maximal 最大重複次數的縮寫 1RM就是指你最多只能做以下的重量 Farwinds Lens 以下舉起 What are your 1RM folder Farwinds Lens 意思是你以下能舉起的1RM是多少 Bench Press 握推 Squat 深蹲 And lift 硬舉 像我握推輸入140KG 深蹲 210KG 硬舉 250KG 跳到下一頁 Week 1 第一週 他就幫你換算 第一天Squat 深蹲 SET 1 第一組167.5kg 6下 SET 2 SET 3 SET 4 第二三四組一樣都是6下 練完之後接著 Dead Lift 硬舉 200KG 6下兩組 第二天Bench Press 我推 SET 1 第一組70KG 10下 SET 2 第二組95KG 10下 SET 3 第三組105KG 8下 SET 4 第四組107.5KG 6下 接著我們往下拉 會看到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第五天的握推 變成一個112.5KG MR 這個MR指的是Max Rate 最大次數 112.5X MR 就是測你112.5最多可以做幾下 以此類推 你就可以看得懂後面每週的刻表 認識了一些基本的重訓名稱 是不是覺得看懂刻表更容易啦 那這個Candito 刻表 也是該於我目前在跑的力量刻表 他有提供6週的課表讓大家免費下載 網址我會分享在下方說明欄 另外如果想加深更多英文詞彙 在健身房看到外國美女或句句 能夠用英文跟對方溝通的話 KAMILY 線上英文課程 能夠隨時幫你連結一位英文母語外師 讓你跟外國人練習口說 提升你英語的繪畫能力 那連結我也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有心的朋友就不妨試看看喲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見該演 下次見 掰掰